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快乐学习,我姓王 上节课咱讲了一下Excel的跨表计算 这节课咱讲一下Excel里常用的一个函数叫VeloCup函数 叫VeloCup函数 VeloCup函数适用于什么场景呢 就是说有两个表 首先是有两个表一定 两个表,其中一个表里边有你想要的数据 比如说像咱这个素材里边有一个叫订单明细表 还有一个叫图书定价表 图书定价表里是每一种书的单价 有十多种书单价 然后订单明细里边会有每天销售这个书的流水订单 当然这个销售过程中肯定会有重复的 可能会一个书一天卖了五本三本都可以 不同书店也可以卖不同的书 然后的话 这里边是什么呢 如果咱一个素材里边缺少这个单价 每天有流水 你看像咱这个素材里边大概有600多条数据 600多条数据呢 然后的话这里边没有单价 没有单价的 而且里边会有重复 现在这所有这个图书名称里一共就是咱这个图书定价表里面的十几种书 十几种书 然后的话 它很多是重复的 但是咱希望什么呢 通过一个函数 很快的实现把这个单价进行填充 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 如果最笨的办法可以上上这个图书单价表里去找这个单价 然后一个一个去填充 如果一个大型的书店 如果要是上万条销售数据的话会很耽误时间 咱可以用这个VeloCup函数去进行填充 咱们填充呢 首先把光标放在你想填充列的第一个单元格 然后点击咱这个Usel里的公式项目组 公式项目组里边有一个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里边我们可以选择VeloCup函数 VeloCup函数分成四行 第一行是查找值翻译过来英文是查找值 就是你想查哪本书 在这个表里图书名称里的哪本书的单价 你可以单击它一下 然后呢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翻译过来英文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是表的范围 就是说你想查找这个书的单价 你想上哪个范围去查 我们可以把光标放在这 点一下第二行 然后点这右边的红箭头 点完红箭头以后呢 点这个图书单价表 这里面有所有的单价 图书单价表 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选中 就是上这个范围去查 翻译过英文呢 就是表的范围 就是上这个表的范围里去查 再点一下旁边的红箭头 然后第三行的意思是什么呢 然后第三行的意思是第几列 就是说什么呢 咱点一下这红箭头 把光标点一下第三行 然后点一下红箭头 第几列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呀 就是说你在这个表里边 你要的这个数据 在第几列上 像这个表里边 咱图书定价里头有单价 单价你要的数据在B列 B列就是第二列 B列就是第二列 如果你要的数据想在C列 中间假如有个编号 定价是在C列 那你就选3 如果呢 要是你要的数据在B列 就是第二列 我们可以在里面输2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红箭头 就是你要的那个数据 要的那个单价 在你这个图书定价表里边 在第几列就输几 然后最后一边 最后这个光标点在里输0 0是什么意思呢 是精确查找 精确查找的意思 必须是这个书名完全匹配 才返回单价 如果书1呢 是模糊查找 模糊查找呢 就是说 有这个计算机三个字 它可能就把这单价返回来 一般情况下 用精确查找比较多 0 一般输0的时候 占80%90%吧 比较多 输入完以后 投一个点击第三 这个单元格 第二个表范围 点红箭头 选那个表范围 第三行是列 你要的那个数据 在你那个查找 那个表范围里边的 第几列 你就输几 说2或者3 B是2列 C是3列 当然D是4列了 就输4 如果是D再输4 最后一般输0的时候 比较多 叫精确查找 也叫精确匹配 输入完以后呢 我们点击确定 这样你就把这个计算机 基础机 Office用用这个书的单价 查出来 查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 右下角这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小点 然后可以 你看这个这 鼠标是空心的 往右下角移动 空心的往这移动 移动变成实心的 实心的一个小箭头 双击 这样你就可以把 所有的单价 给它填充好 这非常方便 咱日常这个使用当中 VLOCAP函数是一个 非常 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函数 有的从后边 咱会讲一些计算机二级啊 计算机等级考试方面的课程 这里边 计算机等级考试里 经常会考到VLOCAP函数 也是实际工作当中 特别常用的一个函数 今天咱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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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